各位早晨 歡迎收看星期三早上天文台的天氣報告 我是李鳳瑩 一股偏南氣流正是影響廣東沿岸 為各區帶來一些比較熱的天氣 一起帶來今早7時多時各區的氣溫 普遍已經有27度或以上 有些地方例如西貢和大埔 氣溫已經上升到30度 至於天色方面 在大範圍的衛生雲圖我們見得到 廣東沿岸地區基本上都沒甚麼雲 如是今日日間的時候 我們天色會相當不錯 至於今日的詳細天氣預測方面 預計會是部分時間有陽光 日間天氣酷熱 市區的氣溫最高會上升到大約33度 新界還會再高一兩度 另外局部地區會有一兩陣的趙雨 風勢方面吹著和緩的南至西南風 提醒大家 日夜天氣警告是現證生效 如果大家今天長時間要在戶外活動或工作的話 記住要多點注意補充水份 以及避免曝曬 至於展望方面 我們預計未來兩三日的天氣 繼續會在熱那邊 最高氣溫有32度或以上 另外局部地區仍然有機會有些趙雨 大家要留意 這次的天氣報告就講到這裡 再見